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大約10天之前 我開始了我的直播節目 這個直播節目感謝各位網友、各位朋友的支持 現在做得非常的順利,有時候有幾百人同時在線 多的時候甚至達到上千人同時在線 我相信近來和我們一起探討問題的朋友會越來越多 將來可能達到兩千人、三千人甚至是更多 直播有一個好處,就是大家可以即時的進行交流 可以就一個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比較深入的探討 但是它也有一個弊端,就是視頻的時間太長 文件的容量太大,不利於在互聯網上面傳播 尤其是不利於在國內的互聯網上傳播 所以說現在接受有些朋友的建議 除了直播之外還要做一些錄播 那我現在主要就是想把直播節目當中 那些網友提出來的精彩的觀點和尖銳的問題提出來 來做端獨的視頻錄播節目 然後這個節目就比較緊湊、比較簡短、比較容易傳播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內容 就是網友Jack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他說中國有這麼多的粉紅、這麼多的戰狼、這麼多的五毛 中國有希望嗎?中國能夠改變嗎? 我告訴大家,我也告訴網友Jack,中國有希望 大家一定要認清楚現在網絡上面的這些聲量 並不代表中國真實的民意 不代表中國真實的民心 確實是香港反送中運動起來之後 國內的網站上面在各種各樣的互聯網平台上面 那五毛戰狼的聲音那是蓋過了所有的聲音 以至於造成了很多香港朋友、台灣朋友和全世界各國的朋友 一種誤解,認為中國人全部被中共洗腦了 全部都支持中共,都想踏平香港、都想和平台灣 實際上不是這樣子的 只有現在支持中共鎮壓香港的那一部分人 只有中共僱用的五毛水軍,這個大約有兩百多萬人 當然還有一些自干五可能有那麼一兩百萬人 還有一些就是中共的他們高級五毛帶風向的那些人 那個為數不多,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 他們還是站在香港人一邊的,站在自由民主這一邊的 所以這部分並不是多數,而且改變一個國家 並不是說要這個國家的人民全部都站在政府的反面 都站在統治階層的反面,都有明確的民主意識 不是的,根據美國的一個政治學者,一個女學者 名字我忘記了,他做的統計數據,他做的科學的調查研究 他說在過去這幾十年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當中 有一個數字,有一個人口的比例 就是只要有3.5%的這個國家的人民 他們是想改變的,是贊成改變的 那麼這個國家就會發生改變 這個國家就會開始民主轉型,3.5% 不需要大多數,因為大多數人在中共的 在其他各種各樣的專制體制下 他們是被洗腦的,或者是他們被壓制的 他們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而這大部分人他們即使是有思想,他也發表不出來 那麼有思想他也是被中共各種各樣的 或者是各種各樣的這些統治集團 是被他們所誤導的這些人 他們並不是真正的中共的支持者 或者是其他獨裁政權的支持者 他們只是一個沉默的大多數 只要有一少部分人,3.5%的人 心裡面明白道理,心裡面明白民主可以帶來的好處 心裡面產生要進行民主變革的這個願望 這個國家就有希望了 這是他從過去各國,過去幾十年 好多個國家民主轉型當中提煉出來的 總結出來的一個規律,是一個科學的結論 那麼中國現在有沒有3.5%的人渴望改變呢? 我相信我告訴大家一定有 而且我相信還不止中國現在的維權群體 對這個政權不滿的就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 現在中國的上訪戶、訪民都已經達到了上億 還有幾百上千萬的法輪功的學員 有幾千萬的基督徒 還有各種各樣遭到迫害的這些穆斯林 這些佛教徒、這些道教徒 還有這麼多的下崗的工人 還有這麼多的退伍的老兵 當然他們有時候並沒有表現出來強烈的這種反共的意願 但是他們對這個現狀的不滿、對這個政權的不滿 這就是這個國家改變的動力 這些人加起來遠遠超過3.5% 可能至少有上億的人甚至是會更多 但是現在時機還沒有到、臨界點還沒有到 大家還有恐懼 有恐懼的時候他們就不敢動 那麼什麼時候他們敢動呢? 這裡面就涉及到一個心理學的問題 叫做從重心理 大多數人都是有從重心理的 這個從重心理是人的一種動物本能 大家看一看在非洲大草原上面的那些 成群的遷徙的那些野牛 他們就是要抱團 大家幾千個、上萬個這些野牛 大家擠在一起排著隊去遷徙 大家成群結隊,為什麼呢? 因為從重心理 動物和其他的同類擠在一起 它就減少了自己受到那些猛獸 獅子、獵狗、豹子他們襲擊的機會 獅子、豹子他們會襲擊 但是在那一大群人當中、一大群野牛當中 他們只會找到幾個那些老弱病殘的來襲擊 然後把他們當作食物 絕大部分的這些野牛他們會安全的通過 這就是動物的、從重的本能 這種本能在人的心理上面也有殘留 每一個人都有,大家覺得只要誰大牛 就是比較安全的 那現在中共就利用了這個人的心理 他們就運用他們的五毛水軍 天天在網上面造輿論,天天在發言 讓你們感覺著中國的大牛就是擁共的 就是維護共產黨統治的 有了這種心理,那些真正不滿的人 他只能壓制住內心的不滿,敢怒而不敢言 即使是敢言,他也不敢動 這個時候局面就對中共有利 但是他也有一個臨界點 當臨界點到來的時候 當只有3.5%的人一起來發出聲音的時候 整個的風向就變了 大家看起來這個大牛就已經轉變了 普通的老百姓他們怎麼樣判斷哪一個是大牛 哪一種政治思想、政治運動是大牛 他們可以去跟隨呢?是憑感覺 所以在網路上面現在很多人每天花很多的時間 他們就是在感受這個大牛 中共想誤導這個大牛 今後一旦到了某一個時機 到了經濟大崩潰的時機 到了物價飛漲很多人受不了的時機 到了失業的人口遍地都是那個時機 那個大牛就有可能轉變 而這個時候所有的這些民主派的人 是這些維權領袖,這些骨幹,這些維權群體 他們就可以找到一個契機同時來發聲 3.5%的人一起發聲,這個大牛就轉變了 這就叫鼓動風潮,鼓動風潮 這就是革命的動員 這就是進行社會改變的第一步 那現在我們在海外還有一些朋友在國內艱苦奮鬥 就是想改變這個風向,現在人是越來越多 我記得在2012年的時候公安部出了一個統計的報告 說每一天在網上面對共產黨的,說共產黨壞話的 批評共產黨的大概有8萬人 2012年那個時候中共的經濟還處於頂峰的時期 還是處於發展非常迅速的時期 那個時候已經有8萬人了 現在經濟狀況急轉直下,這麼多年一直在走下坡路 現在老百姓的生活跟2012年相比 只有往下沉淪的,沒有往上提升的 所以這個時候,現在這個時候對中共不滿的人 比那個時候不知道多了幾十倍上百倍了 所以現在真正的對共產黨的,對現狀不滿的人 是非常非常的多 只要大家找到一個辦法來共同的發聲 來一起發聲,來產生共振,就會改變 整個的風向就會讓14億人感覺到大流已經變了 我們要隨這個大流去一起去變 這個時候少數人就會起到領頭的作用 就會起到帶風向的作用 國家就開始變了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保持這個信心 一定要繼續堅持下去 現在臨界點已經非常近了 現在國際局勢,整個香港的抗爭運動 整個國內的這種經濟環境都是有利於變革的 在這個時候保持信心,保持實力 做好各種各樣的準備 包括團隊的準備,策略的準備,非常的重要 好,今天這個視頻我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很快我就跟大家講 第二個網友提出來的尖銳的問題 或者是精彩的觀點 謝謝大家的觀看,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